深知能力的變差 包括你在解題 猜謎 記憶 這個整個表現都會變差 就是很多研究都是 所以 當然我精神科醫師的角度 我是建議說 其實小孩子無論如何都要 健康的睡眠 可是陳醫師你身為爸爸又是專家 可是你 也知道你的孩子睡眠不足是不好 可是你介入有遇到阻力嗎 介入 有我的阻力來自於我太太 醫師也有遇到啊 因為我太太跟我說 你自己那麼會念書 那為什麼你不讓你小孩子念書 可是我跟他講說 其實小孩子能夠獲得最大的成就 是在於 他可以走他自己擅長喜歡的路 可是你不能在節目上說服媽媽 因為你要先說服你太太啊 對不對 媽媽們 你看到我家的寶貝啊 它是人家叔叔嘛 就是 就是睡眠要足夠 那像之前黃醫師有提到說 睡眠一定就是要 要充滿十個小時才足夠 可是 可是因為本身的工作關係 所以是 有時候是日夜有點不太一樣 所以沒辦法造成小朋友 他們這個睡眠時間是固定的 那要變成是說 變成是 他們就會跟著我們 就是晚睡 然後著起的部分 然後像 我們家 大寶啊 他就是會覺得說 他只要睡眠足夠 像爸爸有一次很嚴厲跟他講說 然後玩具都堆滿 堆在他的那個遊戲區 我就跟他講說 欸 你是不是要把你的遊戲的東西 全部都收好 他就很開心 沒問題 再給五分鐘 收完我們就回家 好棒 對 然後後來就是 有發現有幾次 他那個睡眠不足的時候 就是有時候 淺眠吧 然後睡眠不足 他就說 然後突然就咬手指 然後抓頭 然後就不想講話 對 然後就覺得 怎麼突然就是 反差這麼大 我想欸 怎麼回事 是他 怎麼了 所以你就找很多方式去 改善他這個問題 這樣子 所以從小你就已經發現 就是他還很小 你就知道 其實睡眠不足 他就會 有一些情緒的反應 壓力的反應 吳寶媽媽 你們加五個 更有這種感覺吧 五官要全部哄睡 還真不容易 對 跟御生茶房一樣 你不是很想睡 欸 你已經要床 睡好了嗎 而且那個想睡 然後這個想玩 對 都會吵到 真的好像打地鼠 我一直在打棍杖 我每天都敢拿槌子打 而且我的年齡不一樣 他們睡眠的時間 是不是也會 對 因為姊姊們要上課 對 姊姊要上課 一定要先早睡 那我都說睡一起了 姊姊早睡 原本已經快睡著了 那三個 三個小的衝進來 在裡面那邊玩 在房間裡面玩 姊姊根本就不用睡啊 嗯 所以就會吵到他們 所以 這個睡覺的問題 我也是一直很頭痛 尤其是我大寶跟二寶 他們 我寒暑的時候說 你想要畫畫 你要看出去去去 結果不小心太晚了 因為平常可能是 九點十點就要去睡覺 因為隔天要上課 可是寒暑的時候 可能就十一點 十二點 我也在忙 我也就不管他們 可是呢 他們這樣子 睡眠時間就很短 因為他們還是會 早上習慣早起 對 因為就是 你習慣 一醒來 全部都是呆滯的臉 然後看著我 只要他們睡不飽 那個情緒都超差的 睡眠真的會影響很多 可是到底該怎麼睡啊 第一個就是說 我想我們臨床上 確實也遇到很多爸媽 說我的小孩子有睡眠障礙 因為他睡不著 那仔細一問 完全是他家人的生活型態 就是比較晚睡 對 所以其實小孩子 是很重要 他是會模仿大人的行為 所以沒有一個家庭 是你可以半夜一點睡 而小孩子可以九點睡 是不可能 所以基本上 其實我們大人 如果要建立小孩子 睡眠的規律化 自己要先規律 這是第一個 然後第二個就是 就我的立場來講 假日可以稍微放鬆一點 因為我自己人生 也不是過了那麼要求 那麼逼死我自己 所以我是覺得 OK啦 可以適度的那個是OK 那第三個當然是 其實在我們家 我是認為 所以工後沒寫完也要去睡覺 該休息要休息 該出去玩要出去玩 該參加社團活動要參加 那其實是不是真的有一些狀況 就是因為睡眠少而有一些 健康的一些狀況發生 它是很多身心疾病共同的結果 那你當他倒推的時候 你仔細去問診 通常還是可以找出說 他一些根源 包括壓力 包括情緒 包括身心方面 睡不飽 從頭到尾都不好 很多小孩都進入惡性循環 是 他睡不飽 然後這個白天 學習能力不好 學習不好 他就聽不懂 所以晚上只好去補習 然後去補習就更晚睡 更晚睡 昨天又聽不懂 就這樣補習 其實我說真的 我們看得是心疼的 可是我們真的不知道該如何適合 對 沒有辦法 怎麼知道原來吃也會吃錯 睡也會睡錯 更慘的是其實 休息也可能會休息錯 休息會讓小朋友壓力更大 這休息錯 怎麼會有這種狀況 休息錯的話 比如說有些爸爸媽媽說 小孩去睡覺 然後他就乖乖的在那邊躺 然後爸爸媽媽就 嘿嘿 我們的時間來了 就開始看電視啊 看電視啊 看電視啊 然後又中心節目是怕暗大聲啊 打電動啊 對 這些電視的聲音 或者是其他聲音 都會干擾他的睡眠品質 然後其實整個睡眠的這個 這個狀態就會不會很好 還有一個是比較小小會發生的 就是 都躺起來 然後整個小孩睡 每次聽到睡覺就哭 因為 睡覺等於被罵 是是是 然後就是 每個人都不要 所以睡眠對他那樣是一種恐懼 我覺得這也是一種 錯誤的休息方式 哎呦 所以其實這個也是很有協會 浩然你女兒或兒子有這種狀況 我女兒睡眠真的非常少 因為他每天六點要起來上學 然後他幾乎都到一點半 有時候甚至到兩點 他才睡四個小時 這少耶 對然後 其實普遍的小孩 國中 而且我真的要解釋 因為我真的沒有給他任何功課的壓力 是他自己要求自己 對 要求 對 然後每次譬如說我就會利用他看書看到一半的時候 我就會想說好心嘛 讓他起來來看一些有趣的 因為我的認知是中間譬如打斷他 帶他來聊一下可能有興趣 或是請他陪我去買個東西 可是我每次這樣做反而讓他 他覺得他念書的時間被我打斷 壓力更大 所以有時候甚至到一點多 我就跟他說睡覺了 然後有時候到兩點多 我起來我發現 他燈還是開的 他會躺下去睡不著之後 他又起來開的小燈在準備明天的功課 超好 其實還蠻讚的 對 好讓他覺得好 可是我就會覺得說 每天睡四個小時 對他而言是真的不夠 算是成績考好了 可是對他身體而言真的很大的傷害 我自己的媽媽是很注重 在那個年代也不容易 他很注重睡眠 就時間到了就斷水斷電 他都算好了 所以說小時候 小學的時候 就八點就把我燈全部關掉 就是什麼都不用做了 然後中學變九點 這樣越來越後面 所以我睡眠時間是一直夠的 但是我很不能忍受 就是我媽媽跟這個號碼人 現在做的事情一樣 因為我寫作業的時候 我前面會很難專心 那我好不容易經過了一個小時 戳戳摸摸之後 我可以專注了 才寫到一半 媽媽說出來吃飯 出來吃飯 而且叫你立著現在 因為不可以叫家人等你吃飯 那我就出來吃完飯回去 又要再花一小時再專注回去 然後我每次都說 不要讓我把這題寫完 讓我把這個算完 讓我把這個弄完 他不滿專的 沒有 因為你們贏了 是飯要做的家 這麼辛苦 對 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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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你真的誤會媽媽了 媽媽有時候是想說 你坐在那邊專心念書這麼久 起來 對 手動作息 對 媽媽樂 所以你會教大家說 面試練多久 然後休息幾分鐘 不是媽媽 我是不是媽媽 你不是說媽媽 你破壞媽媽了 真的 沒有 我了解 我只是替我們講講話就是說 是啦 我好不容易進入專注了 其實那一段衝刺 基本上就可以省掉我非常非常多寫作業的時間 有些小孩子回家之後 先運動 跟媽媽聊完天 他就可以專注 有些小孩子回家 就先把作業寫完 他放鬆了 他才可以跟你好好講話 才可以好好的做其他事 我覺得先把這個加規定好 那後面才會有正向的循環 很好 不過之前也告訴我們 其實要因才施教 其實小朋友還有自己的方法 我們可能互相磨合一下 找到對他最好的方法 但是我們在座有很多媽媽 有很多的紓壓的方法 怎麼樣呢 幫小朋友紓壓呢 哪些問題會造成小朋友的壓力 你們自己應該都很清楚對不對 克萊兒 有沒有什麼方法 我覺得我三個小朋友 他們壓力的來源 有一部分算是 因為三個小朋友 其實就是玩具 一定要準備三份 對 而且連顏色都要一樣 對 有時候連弟弟都說 我要姐姐粉紅色的那一份玩具 就這樣一樣 對 就這樣 所以連顏色都要一樣 然後 像老大 因為平常如果說 弟弟他會搶姐姐的玩具 那因為姐姐會覺得 玩具是我的 為什麼我都要讓給弟弟 因為大人可能都會覺得說 大人你就讓一下 因為老大跟最小差六歲 就覺得你就讓一下 又沒有關係 可是讓久了 老大會心裡不平衡 超可憐 超可憐的 他有一次就默默地跑到角落偷哭 而且眼淚超大多 好可憐 他眼淚越來越去 他眼淚越來越去就對了 都被搶走了 對 然後我就問他說怎麼了 然後他就說他覺得老 就是大人都說 嗯 跟我講說就是都要讓小的 讓小的 妹妹 久了他真的心裡很不平衡 對 對 所以就是後來我覺得 就是三個小孩子 不管這樣一定要做到公平 公平 那麼什麼方法可以讓他們 譬如說緩解一下壓力 嗯 我平常除了就是會帶他們 去運動之外 還會就是我會準備一些 很可愛的那個泡澡的 小玩意 好可愛喔 這是就是迪士尼的 就是會有花瓣啊 還有愛心 公主啊 對就放在水裡 它融化就很可愛 好可愛喔